我已经报请董事会了 董事长好 喂 培伦 许总 董事长来了 妈 来了 有过吗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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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来看望大家了 各位还好吗 还好 好 请坐吧 在讨论那个项目 正在讨论 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了 小灿 昨天就已经承报董事会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太忙了 所以我们几个老哥老姐 就先碰了一下 我们觉得 如果这个项目 能够顺利完成的话 那么ESA就将在目前的基础上 更上一个台阶 所以我们决定 所以我们决定 重启浪漫巴比伦 董事会决定 我们决定 由薛灿直接负责这个项目 他可以随意抽调各部门的精英 组成专项小组 当然了 ESA的其他项目 也是不能耽误的 所以日常工作呢 就交给张副总和关雅钱负责 好的 各位觉得怎么样 好 可以可以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就这么决定了 好 月仔实在太过分了 重新启动浪漫巴比伦 也不提前知会我一声 还擅自上报董事会 拿表姐来压我 干爹 表姑妈已经亲自来公司了 而且董事会说要支持薛灿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 张副总 来日方长嘛 大家今天都是给董事长辫子 其实啊 谁也不愿意 碰这个费力不讨好的项目 薛灿既然喜欢玩 那就让他玩吧 到时候玩砸了 您再出面收拾餐局 这不是面子 李子 都找回来了吗 我可没你们这么乐观 你们记得吗 当年薛勇因为急功近利 在这项目上累死了 但这次薛灿不一样 一旦他搞成了 他在公司里就人气大增 我以后在耶稀如何立足啊 不过干爹 薛灿这个人三心二意的 怎么可能完成这个项目呢 再说了 等他把预算拿出来的时候 董事会 未必会给他那么多钱的 对啊 到时候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就凭他不懂声势的 几个毛头小伙子 想完成这浪漫巴比伦 不可能的 是啊 董事会要的是业绩 如果倒是薛灿 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前景和利润 给董事会看 董事会就不会再支持他了 嗯 雅琪你说的有道理 这样 你去跟薛灿说 我全力支持他 各部门的人员随便他挑 但主管级人物不能动 要保持耶稀的正常运转 还有 老黄 跟下面的人说 薛灿来挑人 不要阻拦他 但是要把利害关系 跟他们说清楚 我明白 我倒要看看 谁愿意跟着他冒险干 什么 要重新启动浪漫巴比伦 对啊 据说这个项目 如果能成功的话 利润会非常大 但是就因为几个难关突破不了 最后夭折了 哎 我听说 因为那个项目 整个设计不大换血 你是唯一的幸存者 是我和老大 红师 你给我们大家再说说吧 是个环保型的主题项目 前任薛总 他坚持要按 欧洲太阳能及能型房屋 在中国建造第一处 零排放的环保型小区 可是 当时有很多技术 我们根本攻克不了 薛总带着大家 没日没夜地干 最后心脏病发 挫挫在办公室 这个项目也被搁浅了 成了EAC 人人忌讳的话题 难道薛总要动这个项目 就是为了 要完成他哥哥的遗愿 应该是吧 太有魄力了 好男人啊 其实我们很多参与 这个项目的员工 心里面没有完全放弃 如果说 公司决定重新启动 浪漫巴比伦的话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你们四个赶紧准备一下 薛总叫我们去他办公室开会 好的 好的 好 你们都是各部门的精英 喊大家来 就是为了重新启动浪漫巴比伦 这个项目 凝聚了前任总经理 和很多优秀的员工的心血 跟智慧 我不能让他半途而废 这里曾经是伤心地 我薛灿决定发起绝地大反攻 在座的诸位 愿意加入项目小组的 留下 不愿意的 尽可以离开 我绝不强求 谢谢大家 在座的诸位 设计部的周经理 红诗 财务部小罗 你们以前都曾经参与过这个项目 我要你们以前项目的所有资料 我准备好了 下午就送回来 这个项目前期 你设计部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特地调来 菲菲 马克协助你 玉兔给你打下手 红诗负责协调各个部门 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你做这个项目小组的副组长 也没问题吧 也没问题 莉莉 到时候有人缘调配的问题 人事部那边你可要负责 好的 好了 后勤工作交给你了 许总放心 本来一个新的项目小组成立 该要有个庆祝仪式 但是浪漫巴比伦我不想搞 我会把最盛大的庆祝仪式 放在这个项目成功的那一天 到时候 你们都会是全场的主角 你们就是我EAC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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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老大 找到了吗 没有啊 奇怪了 我记得我就是放在这儿的 会不会在家呢 在家 对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啊 吴叔还差点把它当成废纸卖了 还好我没让他卖 我这就回去拿 一会儿你把所有资料一吃三分 给马克 玉兔和飞飞 好吗 好的 那你等着我 我很快就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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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不出我所料 慧明因为菲菲没来接她出院 变得十分焦虑 心情也不好 于是我就陪她喝酒 我们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慧明醉了 而我却越来越清醒 我 一个情场失忆的女人 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为了别的女人痛苦酗酒 我的心情怎么能好呢 那晚我见她熟睡中 还喊着顾菲菲的名字 我几乎要疯了 慧明 我到你家楼下了 上来看你 我到你家楼下了 你家楼下了 我到你家楼下了 你家楼下了 最后一通拍了 就快去把子子楼下了 Scale 我怎么会 Republican 吴叔 菲菲 菲菲 对不起 昨晚我来找惠明 我们喝了点酒 我们 菲菲 对不起 你千万不要怪惠明 都是我的错 看到顾菲菲 哭着跑开的那一刻 我知道 我的计划成功了 但是 我想再加班就来 因为我知道惠明 不是一个轻易放弃 也许是老天在帮我 菲菲的父亲病情恶化 要去北京治疗 他要去照顾我 就把惠明留给了我 哎 敏静 五叔 这什么 这是菲菲让我交给周惠明的 我帮你给他吧 那你一定要给他 嗯 老公 老公你回来了 以后别叫我老公 你不配